接着来看到的是毒淀粉事件连环报连米粉都中奖 让民众现在是文粉色变 在台北双链商圈经营超过一甲子的传统甜品店 坚持采用天然食材制作 不过生意一样受到波及 店内招牌料理烧马鼠还有汤圆的销售成绩都下降 将一颗颗又圆又大的麻糬放入油锅不断搅拌 经过油炸后的麻糬再撒上满满的花生粉 这道双麻糬是一甲子老店的招牌料理 不过面对这次毒淀粉事件 声音也跟着受到影响 多多少少都会受到影响 对啊 因为毕竟大家想到的东西都是粉类 或者是QQ的东西 吃到还是会怕 主要的招牌料理双麻糬跟汤圆 透过传统方法制作 老板说不加任何天价物 口感一样可以很Q弹 软软的柜 然后下去打 然后打好它就变成QQ的 但是它是没有添加任何粉类啊 或者是其他东西添加变QQ的 管是芋头还是绿豆 满满一整排的配料都是纯食材 加上水跟糖下去制作 原生成购买加工制作的草莓跟污莓配料 老板也因为不够天然选择下架 后来我们知道说这个原物料并不是很好 我们后来就不想卖 对啊 因为这个东西甜的东西连蚂蚁都不吃 坚持天然的最好 维持住一甲子的老招牌 老主顾们也坚持来捧场 我们在这边吃很久了 所以应该就是相信它 不会很担心这样 结许是良心摊贩 生意也一样受到波及 老板期待这波毒淀粉风暴快点过去 让生意绞日恢复正常 新唐里亚太电视 郭云卡张云婷 台湾台北报道 季节云卡尔 季节云今天的地位 sold绒